嗨!我是居然 歡迎收看這餐煮什麼 今天我要煮 鮭魚蘑菇燉飯 因為之前我煮燉飯的時候都是用熟米 這次我要用生米來煮煮看 看一下口感有沒有不一樣 來!看一下食材吧 需要的食材有 蘑菇 洋蔥 生米 奶油 鮭魚 高湯 首先我們先煎鮭魚 把他煎到這樣的顏色就可以翻面了 不用煎太久 OK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起鍋 好再來我們下洋蔥 加洋蔥翻炒一下 差不多之後加入蘑菇 一樣喔 等一下快速炒一下 加入奶油 跟洋蔥還有蘑菇 拌炒 好香喔 奶油差不多融化之後就可以先關火了 現在就是來準備我們的燉飯 將米倒入 給他翻炒一下 加入我們的高湯 因為通常在家裡做喔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熬高湯 所以就會買外面的來 先使用 比較快速啦 如果有時間的話 還是可以自己去熬高湯 風味更佳 會比罐頭的來的好 燉飯就是要一直拉他 那我們就 慢慢的煮 慢慢的煮 好現在我們要加入第二次高湯 讓這些飯可以吸取湯汁啊 這樣會更有味道 OK 現在我們的燉飯差不多成型了 好 我們現在把火關掉 把火關掉之後我們加一點奶油 讓我們的飯吃起來會有一點奶香味啊 剛剛煮的蘑菇跟洋蔥 丟進來 把它拌一拌 哇我們的飯好像太多了耶 把它們攪拌攪拌之後 加我們的 鮭魚也丟進來 預備 鮭魚蘑菇的飯完成 試吃的時間 來 品嘗一下這次的燉飯吧 好累喔 怎麼樣 你看味道如何 你覺得米飯有熟嗎 嗯 會不會帶點米辛的感覺 不會 蠻好吃的 這個比較不會膩的感覺 可能鮭魚的關係吧 這不是奶油的吧 我有加奶油 因為比較不會膩 它鮭魚味道很重 加蘑菇腿再多一點 鮭魚的好吃 蠻香的 飯呢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 整體起來呢 口感還不錯 但是 鮭魚太多了 這樣 去外面賣 成本划不來 好 那這次的鮭魚蘑菇嫩飯 嘗嘗 有比上次的好吃嗎 味道不一樣 但會切換這個 了解 因為這比較不會膩 好 幫我吃吃看 嗯 有耶 這飯的感覺 只是那個鮭魚有點太油了 然後蘑菇真的要多一點 蘑菇蠻好吃的 有蘑菇好吃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啊 掰掰 掰掰